Jung style 哈囉我是Jung 今天來試玩這個超人 超人他是個坦克 他有那個行走模式跟飛行模式 第一招是那個超級力量 行走模式會使用扇形的冰凍吐息 可以造成250物傷 並減速20% 持續1秒 移動時他會累積能量 所以受到減速或者操作問題的話 他會間斷 如果累積能量到全滿的時候 可以使用飛行模式 然後使用超級力量 他可以飛撲前方的敵人並使用熱線 所以如果操控不當的話 可能就會Mass掉 第二招 鋼鐵之虛 可以解除控制效果並提升移動速度 而飛行型態會以重拳 垂擊地面 擊退敵人 並造成 335點物理傷害 第三招 超人降臨 他可以累積太陽能量 然後將能量速度提升至100% 持續10秒 所以當他飛行型態可以衝撞敵人 造成170的物理傷害 就是生命最大值的12%物理傷害 並將能量累積 速度提升到100% 持續10秒 我個人覺得飛行模式 就是他在移動中的時候 按斧攻 他也會直接衝撞前方的敵人 OK我先累積能量 然後朝小邊那邊衝過去 那因為我現在是用電腦版的 所以他可能會有 角度上的問題 所以他的那個 衝的那個方向可能會 沒有手機這麼順 我覺得比較常用的可能還是第一招那個熱線 但是要在飛行模式 飛行模式 會比較好施展 那那個吐息的部分就是 在行走的時候用 好戰型的攻擊 轉召離 fight for truth and justice never give up 那都怪你 那是正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e could have settled this peacefully I will protect the innocent They never learn I fight for truth and justice We won the Nocturne OK 接下來我們看看他的奧義喔 他的奧義有物理攻擊加吸血 然後最大生命 然後再來是物防跟魔防 OK我今天介紹到這邊喔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分享、按讚喔 我們下一集再見